哈囉 新年好 我們也來聊一聊2021有什麼樣的預言吧 這些預言有很多種眾說紛紜 但是我們先從比較接近現實的 印度神童阿南德開始講吧 這位印度神童阿比亞阿南德 最近非常紅的一位 他講的預言其實蠻準確的 因為他在2019年的8月22號 就已經預言了全球會出現 死很多人的傳染病 那在於2019年的11月到2020年的3月 他又預言了觀光業和旅遊業 會遭受沉重的打擊 那阿南德2021年會給我們什麼樣的預言呢 他2021年的預言應該就是六星連珠吧 六星連珠就是太陽、月亮、水星、木星、金星和土星 都會變成一條線 那不真的是太可怕了 他說這個會有什麼影響呢 六星連珠會讓經濟產生崩潰的狀況 可能呢 但是他說還是會恢復正常 可能隔年就恢復正常之類的 但是他為什麼要崩潰呢 很可能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包括他們現在還有很多人不願意打疫苗 所以非常的危險 那他在2020年11月就發表了預言 說2020年的11月到2021年的4月 是下一個危險的時期 不但會有流行病 還會有戰爭 到經濟崩潰都有可能 而疫苗的問題一直存在 他說這些災難呢 就會一直顯現 一直到2021年的11月才會慢慢的消失 所以大家要做好準備囉 我們來聊一下 那黃帝蒂姆金跟孔孟整中紀 這兩部呢 其實他都是以六十甲子為一個輪迴 所以他已經輪迴了大概有400年左右的時間 他在明朝的時候呢 就重新改寫過 但是呢他還是以六十甲子為一支 然後現在已經輪迴到了 庚子跟辛丑年這邊了 那我們是已經在末世的這一段的最後面了 所以接下來地球會毀滅嗎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狀況 我就不知道了 那黃帝蒂姆金呢 像他說 人民多豹足 春夏雖煙流 秋冬多饑渴 高田油的伴 晚到無可歌 情懷足流蕩 無儲多劫多 桑葉虛厚見 殘良情不悅 見殘不見思 徒勞用心切 數號出頭年 高地多偏坡 更看山東裡 山頭起木田 雖然這也是說去年的新冠疫情 帶給大家很嚴重的打擊之外呢 他也講到一些財富分配不均勻的狀況 比如說高地多偏坡等等 那更看山東裡 山頭起木田 也就是講到 在12月這個冬季的裡面呢 新冠疫情又捲土重來 跟阿乃德講的是一致的 那2021年呢 帝母親又寫了什麼呢 太歲辛丑年 疾病稍紛紛 無悅桑馬好 金楚米麥珍 春夏軍甘雨 秋冬的時分 桑葉樹頭秀 殘姑自歡欣 人民見蘇習 六處帳群尋 辛丑牛尾首 高低甚可憐 人民留一半 快獲好桑田 這個呢 李富城李卑卑呢 有解釋過喔 去年他解釋的是 高低甚可憐 也就是剛剛講的 有錢人跟沒錢的差很多 貧差距拉大 人民留一半 倒不見的是 人民死掉一半 這意思就是 牛年的時候呢 這個瘟疫慢慢被控制 該留下來的人還是留下來的 也許會有一些福報 當然也許就是要繼續的 抗爭下去 跟蒂姆金 跟孔子的整中樞 感覺上其實有錢 類似的地方 但他還好的是說 疾病稍紛紛就是 我們的疫情可能會 因為疫苗 因為我們很努力的去控制他 我們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呢 漸漸的有舒緩的狀況 五公經 大家有聽過嗎 其實這之前好像 某個團體很喜歡用這個東西 來強調自己的那個 嗯 好不要再講 五公經呢 是起始於唐末五代 唐末五代的轉天途經 寄出了天台山五公菩薩的預言 在末節時期 我們又到末節時期 即將發生一場毀滅性大災難 其實這些疫情真的是一個毀滅性的大災難 子醜之年江邊起 死者萬萬欠棺材 紅粉美人流血死 寶珠金銀化成灰 雖有田園無人收 高樓大廈化成墳 藥金一子人何在 總被毫膨半窟樓 而子醜之年呢 有人推算就是認為 就是2020跟2021這兩年 而江邊呢就是指武漢 這些疫情似乎是實強實弱 一直會持續到虎年 也就是2022到2023兩年 在假成年2024年的中秋月呢 達到高峰 還會有高峰 我們要什麼時候才能出國呢 上面寫 有在傳送這些預言的 那當然五公經預言大災難當中呢 什麼都是有東方有聖人會出現 來拯救這個環境 那如果這個人在東方出現的話 難道是 但是呢 這個急轉之下 我們發現了有一些共同的點 也就是呢 不管是五公經 或者是孔孟整中紀 皇帝帝母經 他們好像都是 預測的 很遠很遠 就是用60年為一甲子來計算 而這就是上緣 上緣中緣下緣就是 上緣都是各60年 他的上緣呢 就是1864到1923 中緣是1924到1983 下緣是1984到2043 孔孟整中紀 他的2021年的預言呢 就是 辛丑多憂患 疾病常微碎 春夏雨均勻 秋冬於曬杯 焦麻道良好 六處多損退 人民健身席 殘商加一倍 其實他對2021年說法 好像還不錯 就是雖然有疾病呢 但是呢 因為風調雨順 所以你的農產 或者是你的生意呢 會做的還OK 因為人民漸漸的生息 也就是 雖然有疾病 但是整個地球在恢復當中 所以呢 希望你能夠廣經因公 救人一命 做點好事 可保舒適的行動 我們也看到很多例子 就是很多做好事的人 的確他的晚輩呢 都過得非常舒適 也就是表示 這的確是 也是有一些因果的存在 既然《皇帝第五經》呢 都可以60年唯一掛 從年年重複來講這些事情 那麼推背圖可以嗎 推背圖當然也可以啦 你看 你看 現在就是很多人在討論的 推背圖的 辛丑這一掛 這一掛 這一掛三十八項 但推背圖的三十八項呢 是 很多人死在門的外面 有沒有 感覺上非常的可惡 但是那個時候大家是說 他在講的是八國聯軍的辛丑合約 所以當然會死很多人 有很多的戰亂是正常的 那跟現在會合在一起嗎 我們當然希望不要啦 那他上面寫的是呢 門外異路 群雄爭竹 結集鴛魚 水生火熱 感覺上呢 就是門外有一條路 就是跟那個錢的路是一樣 就是有一些利益呢 讓群雄爭奪 而結集鴛魚呢 有的人說鴛呢 就是戰鬥機 魚呢 就是航空母艦 當然這樣子一定是水生火熱的啦 他的宋約 火運開始或蔓延 萬人厚死萬人生 海波能使江河濁 境外何疏在目前 這個就是火運開始或蔓延 他寫的非常的直白 也就是戰爭 萬人厚死萬人賢 當然這個萬人厚死呢 可能就是 在戰爭之前還有瘟疫 瘟疫之後又有戰爭 所以非常的不安寧 當然這跟阿南德講的很類似 所以呢 阿南德影片就因此被下架了 因為覺得 可能是有點妖言禍眾吧 海波能使江河濁 境外何疏在目前 一樣是一個很悲慘的狀況 那我們希望呢 今年的平安的過去 能夠把細菌好好的控制住 我們就很投笑了 其他的事情我們不再去想 我們也不要再發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了 雖然新丑年才剛剛開始 不過還是要祝福大家 牛年發大財 但是大家都平安 多年大家都平安 多年大家都平安